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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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聽過就是電梯很多傳說 就是以前啊 都是電影裡面拍電梯墜落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辦 你應該怎麼辦 要站四個腳 站四個腳 然後 跪下來站回來 我們要進行史上最大的 電梯更換工程作業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把車廂拆掉 第二個把吊車廂的外壓手拆掉 我們在這有限的場域裡面呢 這幾天我們要在這個下面開出一個洞 然後把這個頭椅阿西把它切掉 然後把這個 機櫃 主機 一些零零扣扣的有的沒有的東西 我們要從這個洞 就是電梯中間那個頸 一路往下掉掉掉掉 往下掉下去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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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 歡迎回到超恩真少年 其實我們在新的主機裝好之後 我們的渠道已經進空得非常完美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在這電梯擠裡面 裝出這個可以承載人希望與夢想跟職位的車廂 那這個車廂怎麼做出來的呢 其實裝車廂非常的有趣 它不像在一個洞穴裡面大爆炸展開來 它也不像是一個小紙盒在裡面攤開 而它是一片一片的用金屬片 然後在裡面是組裝完成的 所以在這個獨時晴朗的午後 我們今天的重要工程那就是裝車廂啦 好 Let's go O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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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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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因是僵尺的 其实车厢里面的板材呢 它就像是用雷射切割 跟板筋 然后折床 这几个形式 然后去构成的 所以它在每一个角落的拼接呢 就是你不能有四毫的一些些差距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用CAD图档去画完的洞 然后跟画完的尺寸 所以如果你在第一篇乱接 你在第二篇就歪掉 第二篇歪掉 第三篇你再乱接 然后它回来了之后 整个车厢在完成主力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是一个 完成巩固的一个正方体 它不只会影响美观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会影响到它的力学 更影响到它的安全性 所以在组织 这个全部的结构的时候 每一个小螺丝都非常重要 好 继续装 我们组装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很危险的小姿势要跟大家收顶 我们现在劳塞在里面装的是里面的车厢 对不对 车厢里面会有一个车厢的门 然后呢 我们平常在外面按电梯的时候 那边咚咚咚按电梯的时候 外面会有一个门 大家都以为那两个门是同一个门 其实是不对的 所以如果今天电梯它不在你的这个楼层 假设你在20楼 千万不要白目的去搬开那个门 因为你搬开的门里面是没电梯的 它是一个管道 就像隔壁一样 对 你就可以体验大楼内的自由落地 但是如果呢 你家里面没有换新电梯 或者是你家里的电梯是老装潢的时候 你要怎么知道 告诉你们的官员会 告诉你们大楼应该电梯要维修的呢 如果当你今天电梯已经装完成的时候 你发现它每次开门它的水平 跟你的外面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时候 就要快调整 那第二个呢 就是当你在电梯在搭乘的时候 你会突然有一个很莫名的晃动感 会这样子丢解丢解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联络你的车厢里面 但会有一个制造公司 去联络上面的厂商 那从我他们呢 自己就是有一个QR Code 所以你就可以用QR Code去告诉他们 跟他说 这电梯怪怪的 赶快来修理 就这么简单 好啦我们来装天花板 我们现在等框架的矽口链灯 都锁好了之后 这个电梯车厢的天花板 就能够合体了 这是隔壁大哥的手 他在另外一个车厢奋斗子 我们现在的位置勒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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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位置勒 就是在整个电梯最底最底最底层 然后勒 我的后上方勒 这后面这两个师傅呢 他们正在装的这个蓝色的Pushion 它其实就是连结在车厢跟缆绳之间的 它当然除了有一个像是稳定滑轨的速度之外 它也可以让你在里面搭乘的时候 还是不会晃动非常严重 那这遍电器当然除了缓冲车厢的晃动之外 就是我们有看到这个最下面的这个柱体 这就是万一万一万一真的往下坠落的时候 那它有一个缓冲 所以你不会直接砸到地面 那这也是可以解释一个大家对网路上的一个奇怪的误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电梯的最底层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片头讲的概念 电梯就是一个车厢 车厢旁边呢 它有一个配重盘 车厢呢 跟配重盘呢 它就是有一个Circle 就像是一个缆线的方式 然后把它垂掉的 在当中呢 它的这个结构原理之下呢 旁边就会有这些 怎么样能够搭得更舒适啊 怎么样安全性啊 这个其实就是 所谓的电梯车厢的机械结构 好了 等今天车厢的硬体装完了 然后下面的補袖弄好了 缆绳也放下来了 那测试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达明天敞艳的开机时间车 就是告诉你在工地脚不要乱踩 明天一早 冻酒冻冻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 车厢里面的场验跟测试啦 明天见 大家好 欢迎来到超音的礼拜一 之前我们已经把电梯都装好了 组装完成了 那所以今天我后面这么一大旁的人 他是来干嘛的呢 就是来验电梯的 在电梯送出去给客人之前 总是要自己公司的人 自己把它验好 验干净吧 或者是把它验的安全性 稳固性 流动性 顺畅感 都把它用到完美极致 今天一大群人 就是来检查我们电梯做的行不行 走 各位朋友 厂宴完啦 我们如今成为第一个搭乘这个电梯的人 那第一个搭的不是刚才你的大哥吗 我们是第一个拍摄这个新电梯的频道 那就合理 合理合理 大家有没有在听过就是电梯很多传说 就是以前啊 都是电影里面拍就是电梯坠落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要站四个脚 站四个脚 然后 跪下来站回 或者是电梯坠落坠下来的时候 你要跳起来 对对对 没有用的 就是呢 其实电梯在坠落的时候呢 你真的完全不用紧张 当你看完这一集之后 你就会更了解电梯的结构 所以当你了解了之后 你就不会害怕 或当你了解了之后 下次 大家在那边啪啪啪的时候 你就可以像个男子汉 就说 我们要怎么让大家了解呢 爬上去 这次应该我们就可以不用开上面的 我们可以 电梯撞下来在上面打开手 让它比较好 轻松 我应该不用这样爬 你看它上面 做得这么漂亮 人类的电梯呢 经过一百多年的演进 它其实已经不会像早期一根绳子 一个轨道自有落体的往下坠落了 现在我的右手边呢 这三颗轮子 就是多重安全装置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 导滑轮 或者是人家所说的 导靴 里面的主要架构呢 其实就是三个橡胶滑轨 然后它就一直滚动跟着你的这根轨道 万一万一它在高速坠落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它夹起来 那它在右手边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可爱的小机器 这个机器呢 其实是我们整个电梯里面的关键的关键 你看它上面这边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编码 它一直在读它里面的一个编码 所以说你的电梯在几楼 它应该要停在地底层 它就是用这样子的数据 你可以幻想就是人家7-11 一直逼逼逼逼 逼逼逼逼逼逼 逼到其中有一码 二三楼到了 然后它就瞬间让电梯里面停下来 当你今天看完这整集 就是电梯还如何安装 跟它里面的内部结构之后呢 你就发现网路上讲的那些事情 都是唬烂的 我好像你在网路上面讲 就是上一个世代的事 不是那是上个世代的事 以前你在网路上看到的那些事情 都是唬烂的 从今天起来到这个频道之后 你就会了解电梯的结构 了解工艺的结构之后 你就不用再害怕 所以呢 当我们一路往下坠落到 你的罪恶的深淵的时候 上帝会接触 家伙会接触你 听技术没有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带大家去看 地底下的上帝之手 然后现在来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刚刚所做的上帝之手 我们从旁边的这个车 然后去看 刚刚我们搭那个车厢的底下 这个下面呢 就是Coucheon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拍过避震器的影片 我们现在在一个狭角的空间 看一下佑哥 好那我们现在来等电梯向下来吧 董博大哥 会各地防卧塞机24 然后就拿一来 这个公班里面有松果 然后回哥 我们来看一下上帝之手 接下电梯的样子 看到我们的五根外甲手 当时换了这么久的五根外甲手 现在是努力的工作者 你看看这个循环它往上 然后我们在对面的那一条街 这边的外甲手往下 它就是一个Circle的概念 现在电梯就是在我们那个亮亮的位置 它现在正高速的往下降 这好快喔 这个压迫感超大的 所以我们刚刚心中在期待它 四四往下放下去 这样他们现在验收全部脸就绿掉 这样子 现在的电梯 你已经不要想像自从50年代 70年代 甚至100多年前 现在电梯它不只要很快 所以它又要很安全 很安静之外 它连下面就是万一万一 发生的万一 意外发生的时候 它下面也已经 UBI了很多的 就是能够接住你的装置去保护你 那因为现在的电梯都很快 很安静 载货量又大 所以呢其实 你知道在电梯高速移动的时候 越快的速度 大家有没有开车在高速公路里 就听到很大的风切音 所以你在每个楼层 你就会看到这个折板 就是两米尼的钢板 然后它把它做一个折闯 折出一个痕迹 那这是干嘛的人 它其实就是要导流板 老板就是在电梯你在高速 在隧道里面 咻咻咻咻 你不会听到那个 呼呼呼呼呼 呼呼呼 就是你不会听到风 咻咻咻的声音 为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空气的例子 它穿梭在隧道里面的时候 它其实会产生撞击声 它那个撞击声 它其实就像是一种风切音一样 因为你是一个固定的子弹型 所以为什么高铁要做成这种形状 或者是在车厢里面 旁边要做很多导流 它的目的就是 为了让你在车厢的乘客里面 你不会在经过45楼的时候 一直这样 呼呼呼呼呼 一直呼呼 你知道呼到45楼 所以这个东西 它其实比较偏向于流体力水 那有机会 我们再来拍一集 跟大家介绍介绍 这些安全结构 我们都看完了 那我们就回到车厢里面吧 好了 如果各位朋友家里里面 没有高科技的飞行器 你要怎么样测试你的电梯呢 那我们50块 那你去帮我买 大杯美式 无糖去冰 你是Chelago在喔 来50块 好 你就把它放一个地板 轻轻的把它放在上面 不能使用热态胶 电梯小姐 下楼电梯下楼 电梯下楼 好 我们现在从44楼 我们先高出的往下再往上 你就看着这个硬币 看不动 有没有 不动 然后再上去一次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观察出你家的电梯呢 它在行驶的时候 它是稳不稳 骨跟有没有安静 有没有 轻巧 这个Smooth 这个顺畅感 这个高速电梯的耳鸣感 要小朋友如果你在耳鸣的时候 叔叔教你一个方式喔 你就是把鼻子捏起来 然后在鼻子大力吐气 那你的耳鸣就做好了 停下来的那一刻 完全没有倒 看 厉害吧 这里就是我们这次做Hotel One 当时在林森路上 这个国泰大楼的电梯的最高处 这支影片我们大概拍了半年 我们想要让大家看到整个电梯更换的工程 还有它的电梯结构原理 然后花了我们团队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那希望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台湾许多有趣的工业 跟不一样的视野 那这些超级真的照年啊 我们下次再见咯 欢迎来台中卖补 在电梯里面你只要不讲话 就有一种沉默的宁静感 心情不好的时候 大家可以站到电梯车厢的上面 希望不要 然后你们就会抓狗 摄影师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现在脚下你的脚鞭 万丈深渊 十二冲 你以前做过几个坏事 初心啊 我看你就是以前干过多少坏事 我们就升到几个 可能101都还不够高啊 101都没办法弥补我们的罪孽 我在上面发现了一个 在工业里面很重要的正面指法 然后把它放回去 它才会变坏坏 我们现在站在我们人生难得高峰的位置 海拔目前250公尺 我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个大台中 收口百货 收口百货 往后面过去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最繁荣的七旗区 这边往后呢 有没有太平区 往那边呢 火车站 然后再过去这边 就是漂亮的山景 OK 没问题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一 二 三 二 CAD 就是CREATUS AT TAIWAN 是为新媒体所创造的全新平台 现在你只要下载哈迷Video 并且订阅CAD 你就可以再提早14天 看到我们超人真的影片喔 拜拜